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出土 但是講出土之前呢 我們先三個名詞要解釋一下 第一個名詞叫做 模型 但是全文是模型空間 第二個名詞叫配置 但是一般全文叫配置空間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式部 不是物部 不是式部 就是這個矩形框 這個矩形框我們叫做式部 這個式部的部分 只有三個東西 那這三個東西怎麼解釋 都聽不懂 很少人記得起來 所以我先跟各位講 模型空間就是 你先講嘛 我們一打開autocad 就是一張無限大的黑色的圖紙嗎 對不對 理論上就是無限大 你想怎麼畫就怎麼畫 對 這就叫模型空間 模型空間的重點就是 讓你去把你要的東西畫出來 但是沒有限定是2D還是3D 好 隨便你 總之一開始 你把東西畫進去的那張紙 那個叫做模型空間 但是呢 另外 第二張紙 第一張紙是無限大 第二張紙看起來是有範圍的 其實它還是無限大 它還是無限大的一張紙 那這張紙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 那我舉個這個例子 最簡單給各位看 它就像這樣子 模型空間就是下面灰色那一張 然後呢 另外會再有一張紙 這個好了 模型空間假設是最下面那一張 然後另外再一張紙 假設是這個黃色這張紙 黃色這張紙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蓋住它 那不就很好笑嗎 來 你看一下 像這邊 假設我這邊有寫字 我的書上 紙上有寫字 然後呢 我把一張紙蓋住 蓋住它 那你是不是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這張紙是空白的 對啊 所以就像現在嘛 我黃色一張紙 去把我原來畫得很辛苦那張紙蓋起來 就是這樣子 對 沒有錯 我不要懷疑 那模型這張紙是無限大 配置這張紙也是無限大 所以它就是目的就是為了把它蓋起來 那蓋起來 沒事把它蓋起來幹嘛 因為蓋起來我就看不到裡面了 所以你要先知道第一件事情 就是它們是有點順序的 模型永遠是最下面那一張 最下面那張紙 配置 永遠蓋在模型上面 永遠會蓋在它上面 是另外一張無限大的紙 所以你先想一件事情 我模型上可以畫東西 沒有問題吧 那因為它是一張紙嘛 那配置可不可以畫東西 可以嗎 可以 對 可以 你想怎麼畫 你就怎麼畫 你高興怎麼畫 你就怎麼畫 沒有人說你一定要畫在白色的範圍 範圍我等一下再解釋它是什麼 但是它還是無限大的紙 你高興怎麼畫 你就怎麼畫 隨便 沒有問題的 好 那接下來 我現在在配置這張紙上畫的東西 當我切回到模型的時候 請問看不看得見 看得到嗎 你要把它當兩張紙來想 我今天在配置這張紙上畫東西 我現在把配置這張紙拿掉 模型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啊 對吧 完全要當兩張紙 你就不用在那裡每天想搞不清楚 你在黃色這張紙上畫東西 你現在把黃色這張紙拿走 白色這張紙上怎麼可能會有 對不對 沒有就是沒有啊 對 所以 模型空間畫的東西就是模型空間 它是無限大的 配置空間就是另外一張紙 它也是無限大 你想怎麼畫怎麼畫 這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 就是兩張紙互相疊在一起 這樣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它就是兩張紙 這個動作 對不起 第三個名詞 我剛剛講過這張白紙 這張白紙是配置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要這樣做 要在上面剪一個洞 要在這張白紙上剪一個洞 剪一個洞 但是因為我是蓋在配置上 是不是就看得到東西了 蓋在模型上 所以你看喔 我要在這張紙上剪一個洞 這個洞是用MV這個指令 我等一下會教 沒關係 你先看我做就好 MV去剪了一個洞 剪一個洞是就可以看到下面去了 對吧 所以這個洞叫什麼 就叫浮動模型式部 對啦 在其他軟體叫遮瑟片 但是 或叫遮罩 都可以 但是在CAD裡面 它就叫浮動模型式部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洞 它是浮在 我們這張配置紙上 然後呢 為什麼說浮著 因為它可以動來動去 它可以調大小 它可以被搬走 這洞當然可以調大小 好 那剪了這個洞 是不是就往下看見模型了 這樣也沒有問題 好 那再回頭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問 比較深奧一點的問題 如果我現在在模型上畫了一個東西 我現在切回配置 請問看不看得到這個東西 看得到嗎 來看一下 有 看得到嗎 那個洞就是洞 這個洞我穿進去看到什麼不就是什麼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除非你畫在什麼地方 畫在沒有洞的地方嗎 例如說我畫在這裡 那是不是在洞外面 是不是在洞外面 是不是就看不到 那但是我如果把這個洞拿大一點 是不是就看得到 可以嗎 它就是一個洞的意思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 模型上畫的東西 模型上畫的東西 在四部裡面 透過浮動模型四部 是可以被看見的 好 那繼續延伸 如果我在四部 我在配置上 畫的東西 我現在是畫在這裡 我回到模型看不看見 看不見對吧 因為它是另外一張紙嘛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那 我如果在這裡畫呢 我現在在配置上 的這個洞上面 畫的一個東西 請問我切毀模型看不看得見 答案是看不見 還是看不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洞上有一個玻璃 你現在是畫在那片玻璃上面 所以 看不見 所以要記得 模型跟配置就是完全隔開的 不管你畫重疊 即便你畫成這樣子 你只要是在配置上畫 模型上就是看不見 你在模型上畫的東西 配置上只要洞 有挖到 就看得到 可以嗎 這樣可以理解了吧 好 如果現在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講 最後一個稍微有一點點困難的 三個之間的關係 另外一個問題 好 這是一張紙 這是一張紙 這是一個洞 這個洞只是為了看進去而已 好 但是它有一個狀況是這樣子 如果我是在配置上 理論上配置是另外一張圖紙 所以這裡注意看 左下角 滑鼠滑鼠 左下角是一支三角尺 三角尺是跟你講 你現在是在配置空間 然後呢 在這裡會跟你講叫圖紙 圖紙其實就是配置空間的意思 所以我會覺得 K的翻譯很怪 你這裡要叫圖紙 這裡要叫配置 你兩個都叫圖紙 或兩個都叫配置 反正圖紙就是配置的意思 你看到這裡叫配置 這裡叫圖紙 這裡是三角尺 載載的都跟你說 你在配置空間 如果你回到模型的時候 你看不到三角尺 你看到的是坐標軸 你看到坐標軸 然後呢 這裡跟你講是模型 那你就是在模型空間 那為什麼一直這麼強調 因為在配置空間還能幹一件事情 會讓人家混淆的 就是說 我今天在這個浮動模型師傅 這個洞內 滑鼠在內 點兩下 點兩下 注意看 坐標軸出現 變成模型 明明我在配置 但是是不是現在變模型 那是什麼意思 有點像 我鑽進去的意思 我今天從這個洞 鑽到下面那張圖紙 下面那個模型 所以如果我鑽進去 也就是說出現坐標軸 出現模型 鑽進去 我現在是不是在模型空間的意思 所以我畫的東西 我等一下切毀模型有沒有 有 可以嗎 我在配置上 我是可以鑽進去 就是直接在配置裡面 鑽到模型裡面的 沒有問題 那你總要回來吧 回來就是在這個洞的外面 洞的外面 點兩下 就回來 你到底有沒有回來 注意要看 你是三角板 還是坐標軸 然後呢 你是圖紙 還是模型 有兩個地方會跟你講 那一旦你回來 你現在畫的 即便畫在這裡 這個東西是不是還是在配置上畫 所以模型是不是就不會有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 來我最後 全部再總結一次 給各位聽 模型是一張紙 配置也是一張紙 配置這張紙就是蓋住模型 那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要 撿一個洞 這個洞要多大多小 都可以調 無所謂 模型空間畫的東西 配置空間 是可以看得見的 模型空間畫的東西 配置空間 如果洞有看到就可以 配置空間上畫的任何東西 不管有沒有在洞上面畫 在模型空間都會看不見 對啊 因為它就是另外一張紙 只有一個例外 如果你在配置空間上 對浮動模型式部內 連點兩下 就是鑽進去了 坐標軸出現了 跟你講這裡是模型 這時候 你畫的東西 是畫在模型內 因為你鑽進去畫 真的這裡會有這個勾 有 那 怎麼回來 就是在外面 點兩下 你就可以回來了 那 來 各位你先跟我一樣這樣試試看 在 模型 跟配置裡面 各畫一些東西 那搞不清楚 你就想像就是這樣子 一張紙 跟一張紙 然後上面這張紙叫配置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撿洞而已 來 試一下 對 對